128 IC 其實我們講了很久 每個星期都講 不停講 其實我們人生有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你不知道自己根本不知道 其實我們老闆經常講IC、CRM、彩蛋、CD 最後這個月大家一定要追 但是很多時候同事都說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在今天在座 我想大家剛才反思一下 究竟你是不是真的懂得按IC 你是不是真的 為何我們今天還要叫Anson出來教大家按CRM 教大家IFC 其實我們已經是搞了兩三個月了 但是為何重要呢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 其實有很多同事還是不知道自己是不知道 OK 那你說我要見客人的問題 以為自己認識產品 但是客人問你 其實這個proposal 大家知道有很多版 真的未必懂得回答 有時候的 客人問到你 你才不會回答 你才發覺 咦 原來自己是不會的 OK 好了 我們人生第二個階段是什麼呢 你終於知道自己是不知道 今天在座 剛才大家 有一些可能完全沒有動的 因為你根本就不懂 是吧 我們講了兩個月了 你終於知道自己是不知道 以前經常說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但是其實你是根本不知道 OK 那所以呢 就是說 你說有些新同事進來請教我 其實IC是怎樣用的 CRM是怎樣用的 上個星期 Robert哥是這樣宣傳 然後我看到他逐間逐間訪問 他跟Leader說 喂 CRM是怎樣用的 其實是怎樣用的 我看到他也很勤力 所以呢 其實 今天 我們剛才第一部分 我就想大家體驗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以為自己知道 但其實 大家都 不知道 根本自己是不知道的 很多東西 OK 好了 我們人生第三個階段是什麼呢 就是有幸你知道自己 已經是知道了 OK 你會知道之後呢 你會思考 你會消化 還有去想 去理解 跟著去執行 那當你真是明白到 自己知道的時候 這些知識 這些信息 其實就是你擁有的智慧 OK 這個就是信心 你所謂見客的信心 OK 最後 第四個階段是什麼呢 你不知道自己原來已經知道 無意識地每一天 日常生活 已經隨意可以 工作生活化 如果你說 好像我們呢 這兩個月 我們彩蛋呢 Adrian 阿森 阿姨 阿姨 姐 全部做了三十幾萬 他們根本就生活化 已經是隨時都說得到的了 隨時的客人問什麼objection 都回答到的了 因為他已經是無意識地 每一天 都不 原來他已經知道很多東西 是隨口都說得到的 但是我們為什麼做不到呢? 就是我們沒有去到他們的境界 我們去不到他們的境界 但是如果你說你有機會 跟著Adrian的東西跟著阿生的 跟他溝通一下 或者真的不懂的就請教他 我想我們就可以把這些知識和訊息 去到成為我們的財富 好嗎? 好了,四個階段 再說一次,好嗎? 我希望今天大家回去開會之後 自己打也好,問一下自己也好 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就是你終於知道自己是不知道的 第三個階段 有幸你知道自己是知道的 第四個階段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原來已經知道 我希望我們這個區裏面 多些同事都能夠已經是 內化到去到已經是生活化到 每一個工作自己都做到